Hello,大家好,小鱼 我们现在是在我们这面的隋文河的俄货市场 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大货了 一会儿我们将要到一大车的果汁 现在正在前期工作 因为我们要卸到那个地库里头 然后这边车停在这儿,就是占地方 然后让他们挪走 车已经从中国海关 从我们海关要开出来,要开到这儿了 纯从俄罗斯刚回来的一大挂的俄罗斯果汁 让你们看看我们这回货都是怎么回的 过海关都是怎么回来,怎么卸车的 一会儿就全都卸到这边的地库里头 后面就是我们这边的俄罗斯俄货市场 往这个大库里面卸,看到没有 先让他们把这些车挪走,要不然碍事 到了俄罗斯大挂 看从海深外地区过来的俄罗斯市 太过瘾了,终于到了 这个小啥车,捡了啥意思 之前应该有一个就是挂 到海关,你得捡车 给它打开了,是吗 准备卸车了,车停好了 自己着急了,在这儿 开开了,到货了 这一大挂多少件 2950件 一件,一件是八瓶 带进,就这个果汁 八瓶的果汁,这个名字叫果圆 你们看看 各种口味的 然后那边还在卸车 还得卸一会儿大家看到一大挂的车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问我就是关于蜂蜜 我给大家在这儿再解释一下 这个果汁和蜂蜜 为什么这个果汁我们是这么回来 也是从俄罗斯大挂车回来的 但是它回来之后 可以直接就这么售卖 这个是属于走清关回来的 有各种各样的手续 正规的手续 比如说报关单 检验典异单 然后税单 还有 这些东西都有 我们可以直接挂在这个网上去售卖 因为我们想卖国外的东西 必须要有这些手续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 那为什么你的蜂蜜 每次都是血料沙给你拿来的呢 血料沙给我拎过的这个蜂蜜呢 我们 就是我们当地人啊 把它称之为灰管 称之为手拎 但是呢 我们这个也是在合法范围内的 我先说明 因为每个人 就比如说咱们出国 或者上哪玩 你们都知道 都有这个 就是你可以带什么东西 但是你不能带钞了 你带这个东西之内 都是可以带的 比如说蜂蜜 每个人可以带三 两桶三桶 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管的不严 的时候带四桶也能带 然后我们就让血料 带我们这样往回拎 这种蜂蜜呢 它是没有手续的 就是没有什么曝光单呀 减一减一单呀 没有这些手续呢 我们就不能挂在 不能挂在网上来售卖啊 就是比如说挂在我的小店里来售卖 而且呢 清关回来的蜂蜜呢 就也是像这样 一大挂一大挂清回来 都是好几十吨 可能甚至上百吨清回来 他们清关回来的这种蜂蜜呢 它不是说是说就在一个蜂蜜 主那拿 它可能是在国外的很多的那个 国外的公司 或者怎样呢 然后收购 很多地方收收收收收了这些 然后发过来 是这种 而且他们这种蜂蜜呢 就是比如说清关回来的蜂蜜 都要经过蜂蜜公司 经过咱们国内的这些 经贸公司或者蜂蜜公司之后呢 他们还要重新再加工一遍 把这个蜂蜜回来重新加工一遍 然后加工完了之后呢 它再做蜜蜂处理 他们这个回来之后 加工一遍这个蜂蜜呢 就像大家知道的 市面上有很多种的蜂蜜 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从十几块钱 到上百块钱 就是十几块钱那种蜂蜜 它是回来重新加工 怎么给你加工呢 就说句实话就造假了 给你往里面掺水 掺淀粉 掺那些不好的东西 就便宜了 然后好一点 卖的贵点蜂蜜呢 其实我们往它叫什么 叫它分离蜜 它是把就是 他们收回来这些蜂蜜 从清关回来这些蜂蜜呢 然后回来重新灌装嘛 换成咱们自己的那个 申请的包装 重新灌装之后 它把里面有些东西 就像血料啥 给我们拿 拿过来这些蜂蜜呢 实际上就是属于是俄罗斯的土蜂蜜 摇下来直接罐头 直接给我们带过来 它里面可能有的说 从直接从风能手里摇下来 那个蜜呢 它可能里面可能会有小蜜蜂的 一个腿啊什么的 但是他们清关回来的蜂蜜 公司回来这种蜂蜜 他们就重新做一下分离 分完离之后 再重新灌装 再蜜蜂 这样呢会存放的时间久一点 但像血料啥给我们拿回来这个蜜呢 就纯俄罗斯的土蜂蜜 就是它从它家那个 就是蜂箱里面 就摇蜜嘛 摇下来就是什么样 给它拿回来就是什么样啊 这个就属于俄罗斯土蜂蜜了 这种蜂蜜 大家可想而知 那时候又重新灌装那种蜂蜜 肯定要比那种蜂蜜好啊 大家都知道土蜂蜜好 没有经过二次加工 下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所以呢我们这个蜂蜜 说白了就是没有手续 就是像那个啥 咱们来回出国玩什么的 带回来的这些东西 就是手拎过来的 没有任何的什么 曝光单呀 简一简一单呀 没有这些单子 没有这些单据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挂在网上售卖 但是蜂蜜呢 绝对是嘎嘎好的嘎嘎唇的蜂蜜啊 它和这个果汁的不同 就是果汁原装进口回来之后 也不用经过二次加工 直接挂上就能卖 但蜂蜜不行 如果你想大批量的挂在网上售卖 就必须经过二次加工 二次加工了之后呢 它可能就会给你掺一些 三六九等的那些 就我说实话就是真的假的 然后便宜的 你想要什么层次的 就给你 你想要多钱的 你想卖便宜的 你想卖好的 多钱的都就都有了 我今天就使用 把行业内幕爆出来 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都是真话 也不是说二次加工的蜂蜜就不好了 那个只能说是分 分离蜜 就是如果说给你造假了 那肯定不好 市面上也有一些卖的价格很贵 那种蜂蜜 它也是好蜂蜜 但是它肯定就是没有 就是直接摇下来的那种蜂蜜 好 但是也是好蜂蜜 它存放的时间会久一些 蜜蜂性要比我鞋料沙 给我拿那个蜜蜂性要好一些 懂蜂蜜 常吃蜂蜜都知道 那蜂蜜放个一年两年三年 其实都没关系 都能吃的 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没看见我俩斗嘴 光干活去了 然后现在没事了 一会儿相互我们就完事了 然后不用它干活了 给它送个鸭就行了 今天这会儿我可干不了 吓给它跳 这会儿我要干了 我跟你说 你给一星期爬不起来床了是吧 下次见面是明年了 主要是跟大家讲讲蜂蜜和果汁 售卖的区别 然后回国的途径 主要就是这个 行业内幕都给你们爆出来了 行了 我怕有人来攻击我